往生到极乐世界 当下几世 云是无以 古日 华藏无以极乐 华藏 释迦牟尼佛的 是宝兔 啊 极乐 是阿弥陀佛的 是宝兔 是宝兔 是一 不是二 那名词不一样 到时候都一样 啊 我过去 讲华严谨 在新加坡 有人问过我 华藏跟极乐 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去比喻 华藏 好比是新加坡 这个城市国家 极乐呢 好比是乌节路 他们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啊 是 是 新加坡的京华 啊 那就是极乐世界 那就是极乐世界 是一 不是二 啊 啊 生化障 就生极乐 生极乐 就生化障 是 进土 变收 玄 啊 啊 玄妙之极处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 极乐世界 啊 这个地方是总会 下面 第十二云 过去 唐朝时候 善导大死 四十八院里头 有五院 罪 真实 那这五院头一刻 就是 第十二 定臣 真实 我在这里留说一下 有时间 快到了 这一段的文 可能要下一次 再讲到 善导大死 讲最真实的五院 我们按照顺序来说 第一个事 定臣 真实 啊 我们心里面 要踏实 到极乐世界 决定臣服 啊 第十三院呢 光明无量 第十五院呢 寿命无量 第十七院呢 祝福称赞 第十八院 盛念必胜 啊 大死告诉我们 这五院是最真实 啊 那么 光明 电臣真实 这是真乎 光明无量 是真的净土 寿命无量 当然是真乎 是真乎 啊 祝福 称赞 这是帮助我们起信 身念必胜 身念必胜 二十四世纪 每个人的寿命 跟阿弥陀佛 相同 阿弥陀佛 无量寿 过过都是无量寿 啊 所以这是真宝 啊 一切诸佛都称赞 能不相信吗 弥陀经上 罗舍大师翻译的 六方佛称赞 啊 在本经 是方佛称赞 玄庄大师所翻的 迷陀经 也是舍方称赞 啊 要信 一切诸佛都称赞 都劝我们 修这个法门 为什么不相信 啊 身念必胜 容易不难了 这个身念 是临宗时候的身念 啊 厌弃之前的身念 这个重要 啊 不是说平常的 啊 平常 我们要常念佛 为什么 人 不能没有念头 前念灭 后念神 念念相续 啊 不是真相续 是相似相续 为什么 每个念头不一样 每个念头不一样 每个念头的相同 是要相续 它不一样 一个念头是一个画面 真的 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啊 看电视 也是一样 电视 一秒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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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个画面 每一个画面 它占的时间 半分之一秒 所以它不是真的 那佛告诉我们 我们现实 啊 好像肉身 感觉到真的 啊 我们深层在这个地球上 样样都很 其实是假的 啊 它的频率太高了 我们感受不到 完全没有丝毫感觉 啊 它太快了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 万亿十兆啊 这个频率 我们也无法想象啊 啊 这叫什么 这叫诸法实相 一切法的真相 啊 诸法界的众生 包括六道轮回 统统生活在这么高的 频率之下 这被现代量子理学家 探测到了 啊 现在量子的仪器 也是非常惊人 它能够捕捉到 一秒钟 一千兆分之一秒 能捕捉到 那么佛告诉我们的 这个四十真相 是两千 两百四十兆 一秒钟 啊 所以我们相信 科学不断在进步 二三十年之后 佛讲的这个四十真相 会被量子理学家证明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啊 因为佛在经上说过 用第六意识 啊 就是分别 第七莫大师的知识 用这个心 这是我们凡夫 用的心 啊 最高的境界 可以能够 探测到 阿赖耶 三细相 阿赖耶的 境界相 物质现象 阿赖耶的转相 其心动力 转相 阿赖耶的夜相 夜相就是波动现象 啊 这个 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是阿赖耶的夜相 啊 这叫一年不久 二有五名 啊 那么 佛说的时候 一定会兑现 现在物质现象 量子医学 搞清楚了 解开了 转向 就是念头 念头 怎么会死去 怎么发生的 现在 在研究 还没有完全的答案 啊 那么对外 能够远到 宇宙的边缘 啊 这是讲 世间 人 用第六意识 来探测 最大的范围 啊 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 阿赖耶的三西相 可以知道 宇宙的边缘 啊 但是 要用念佛 求生进度 这是最捷进 最方便的一个法文 让你快速 能够达到 啊 阿 阿 阿弥陀佛